大家好,我是Mr.Eman So 今天會和大家講的是S3的Flip Classroom Exercise 5B 較複雜的概率問題 來到這裡已經是Part 3 我們事不宜遲審一審題 例題3 家晞隨意投擇一枚飛鏢 並射中途中的鏢靶 中了 我們要求一件事 求該飛鏢射中靶心 即是陰影部分的概率 我們要做這種概率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自己何謂概率 概率在最簡單的定義就是 所需事件 over所有事件 所有事件 我們上到高中都禮必叫做讓步空間 所以我們就兩個definition 一起打通機 到底 今次的所有結果 就不是數出來的 所有結果就是整大塊的面積 即是所有圓形上的面積都計算 我們就是所有結果 就是我們要以面積去計算 而所需結果就是中了陰影部分 所需結果就是陰影部分的面積 所以我們打中靶心的概率 就是我們分別計算 我們分別計算兩個面積 整個的靶心 當然是4乘以12的二次 因為圓形的面積就是πr二次 OK 而整個的所需結果 即是說陰影部分 就會是πr四的二次 OK 直出答案 我有時候覺得過分了少少 那我做慢一點給你看 一點點而已 OK 首先我們可以約走了πr 約走了πr 就會只剩下4的二次 和10的二次 同時我們可以約走了那些的單位 好了 這個你可以拍機也可以 如果你不拍機 我們都是寫出來都沒有難度 大家看清楚我怎麼做 上高當然就是4乘4 下低就是10乘10 那我這裡做一點點trick 不知道是不是很trick 就是4和10會約 4和10會約 上高就是2乘2就等於4 下低就是5乘5就等於25 那你喜歡拍機也可以 你喜歡我手計也可以 立即計也可以 立即計可以 那就搞定了 好了 那我又講了一段時間 又是大家去看看例題的時候 當然啦 你postural畫面 你試一下先做 我們一齊對答案 等你 放心 好多謝大家的嘗試 我們試一下計給大家看 好審一審題先 庫途所視為一個戰靶 靶心的半徑是10cm 靶心的半徑是10cm 其餘兩環的闊度就是5cm 5cm 好了 力王 這個厲害 我們學校傳說中的人物 力王隨意把 箭射出 並射中箭靶 我們假設射中箭靶 力王這次流的力 是不射爛箭靶的 好了 求該箭射中靶心的概率 一樣的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我們先寫一下 靶心 先寫一下靶心 中靶心 OK 那麼 所有的 讓步空間先 讓步空間呢 就是大的面積 大的面積呢 當然呢 就是π 某樣東西的意思 那麼你看清楚 這次呢 整個圓形呢 直徑呢 不是10不是5 是20 因為加了它 好了 而呢 我們的所需 所需結果呢 就會是那個 我們highlight了紅色的地方 那它都是圓形來啦 那我計法都是π 那這次呢 那這次呢 就真的是10的二次了 OK 那我們進一步去簡化了先啦 那上高呢 那上高呢 就只剩下10乘10 下低呢 就是20乘20 那我們 那麼我們弱走鬼了 那些 10的倍數呢 嘟嘟嘟 嘟嘟 嘟嘟 那我們呢 知道呢 原來最後的答案呢 就是四分一啦 那當然啦 你用拍機的方法 我都不會說你的 OK 那這一個影片呢 也都計完了 那麼 總結起來都還可以了 那 那 那我們 我們以往呢 的概率呢 我們呢 就是那些的所需結果呀 所有結果呀 我們就是數出來的 OK 那這次呢 由於我們呢 就牽涉到一些幾何 例如面積這樣 那我們呢 就沒有得數的了 那我們呢 就是靠計算的面積 兩個面積之間的比較 去計算那個概率的 那這種我們有時候 會稱之為幾何概率 那 都是概率的計算一種 或者是題目類型的一種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方法啦 好啦 那多謝大家先啦 拜拜